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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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我要來出一題 讓瑪莉猜 就是猜這些隨身小物是誰 連連看是不是 對 好 看一下這這這這一坨是什麼 誰這麼不合群沒有用黑背包啊 瑪莉 現在給你猜猜看 這三個包包的主人是 他們的龜屬是誰 這太隨便了吧這一個 可是很可愛啊 我看這裡面是 可以拿嗎 可 這個袋子怎麼有點眼熟 對啊 這應該是 我覺得這麼可愛 一定是柏宇的 反正這不可能是家宴的 誰帶一個空的然後這樣 然後裡面是一個 新裝的什麼東西啊 新裝 講出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沒有把你家地址講出來 誰是新北市民 就這兩個耶 這線索也太少了吧 那你猜猜看是誰的 我會猜柏宇的啊 因為就是 欸 還有一根椒呢 什麼椒 什麼椒 黃色的香椒 黃椒 為什麼 而且它 它是要去跑慢跑嗎 而且這隻是出水咧 出水 對啊 想見一鏡到底你 怎麼這麼會啊 我覺得這心思這麼細密 可是這個字有點像 女生的字耶 因為滿好看的 我先看其他兩個判斷一下好了 好好好 我看一下喔 這行 來來我幫你拿 有點緊張 喔 這是什麼 通常這麼重 這是當兵嗎 應該就是 這麼重應該是男生的吧 欸 11月17號中式首播 這是怎樣 都塞好的 這是 這是在玩那個 就是解謎遊戲嗎 都會有那種小道具 我看一下喔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解釋香酒 它上面有一個 我認識我存在 他們三個誰看起來比較厭世 我還是覺得是博魚 怎麼每 其實他一個人背三個包包 他們學長學弟是很重 他家鑰匙有兩把 會不會講太細節啊 我是可以這樣隨便放人家包包的嗎 對啊 你是可以這樣子的嗎 啊他們都拿來了 不要再亂聞了 不是啦 有時候女生喔 會有一些香水味 我看一下喔 有水壺 好好忐忑 好文青喔 欸 有這個我就覺得是女生 有這個牌子 真的嗎 對對對 你不要再掏出什麼 這摸起來就是環保筷子 說不定師傅會想 真的嗎 我覺得這個比較 我再看第三個黑的 都好重齁 別人真的重 這是你們去台南的行囊吧 這個我根本拿不起來 OK 這個 這個包的主人 我第一次承認你是 柔弱的女子 這個不可能是女生 因為這女生背不動 這包的主人平常在 主科上班 而且 這邊有一根椒 而且這個 看一下 謝謝韋伯跟瑪莉 聚在一起就是想見你 討厭 欸 好我待會兒一定要知道 焦的意義是什麼 這什麼 特級巧克力 我也化解 有人是愛吃甜食的嗎 我跟你講這不肯是女生 為什麼 女明星 沒有那麼沒羞恥心 一次帶一大帶在身上 頂多帶一根 我好害怕 你在答案揭曉就是假眼 對啊 不可能啊 不好說 我覺得這是我們節目的一大突破 男性用 男性用30天的維他命 這不是柏宇就是光漢的 現在有很多的東西啊 對 就是 就是要營養補充品 如果是男生的話 而且這是30代 30歲左右要使用的 那不可能是柏宇的啊 這老人在吃的 我真的覺得 你有那個 他上面寫啊 30代啊 30歲左右的人要補充的維他命 因為現在維他命都會分 20歲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拿出來 這個是不是就是你的 這是光漢的吧 沒錯吧 他平常在竹科上吧 哈哈哈哈 有猜對嗎 有啊 好來來來 你各自講一下他們的主題 你自己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的包包這麼重 這是你的包包很重 不是啊 因為平常就會放一些 可能還有 裡面還有書啊 或者是一些 你現在怪我都不拿些有質感 都可以出來吧 他裡面只放了六本書 對 然後也是有環保塊啊 裡面有什麼 那個 王子送的環保塊 你剛剛拉出一條線 然後還有 好真實的一個包包 對啊 還有隨衝 我們這一集我們做這一趴就夠 還有隨衝啊 好拼一盡人的包喔 是不是他拿出來介紹我就知道 我覺得中主要是因為書啦 你現在在閱讀的是什麼書 可以分享嗎 嗯 被討厭的勇氣 對 欸真的嗎 對啊 你亂猜的嗎 我亂猜的我真的沒有看到 真的嗎 對 這是邁向走紅的人氣明星必讀的書 為什麼現在會開始看 我不知道我只是很有趣 因為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喜歡你 對 對 因為我只是覺得他本來看書名感覺好像是在講什麼 要鼓勵什麼勵志的書的感覺 其實他裡面是在講心理學 對 阿德勒 阿德勒的心理學 我真的是直覺反應我沒有看到 真的嗎 那你有看完嗎 我看完了 可以看一下吧 好可以 可以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會帶一大袋的巧克力威化餅 不是啊 可是沒有修死心嘛 不是 這真的很大一包欸 我這個包包真的很真實 他也放在我們的卵子上面 不好意思借我放在 你知道這個卵子的由來嗎 我的蛋男情人裡面的卵子 真的啊 對 解釋一下呢 是因為我們在那個拍戲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早餐跟午餐有時候會隔比較久 所以我們真的會 其實剛剛那個袋子是拿來裝那個 我們平常會吃的那個 一些零食 或點心 我們都會把這個東西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就是 三個人 要拿什麼就直接去裡面拿 我們有一個專屬的零食袋 對 因為有時候你還是得 呃 即時補充一些能量 對 就是你趕快吃一下 然後就開始拍了 對 然後還有那個綠瓜式的咖啡 因為早上的話 你可能就在房間處一壺熱水 然後直接再裝個杯子到 然後就喝了就出門這樣 感覺這個團體就是 你缺什麼就是去找光漢男就對了 本集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新一代男神的日常 所以你現在每個包包都已經找到主人了嗎 這不可能是家宴的啊 這個空成這樣 你還要我再拿出來羞辅他一次嗎 真的嗎 你看這個到底是什麼 我還沒看完 這個可以請主人跟我解釋 你帶一個空盒子出門是 真的嗎 這是便當盒對不對 你剛剛吃完了 沒有 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裡面裝的是劇本 對 因為我自己劇本都蠻容易散成一片的 所以我那時候我經紀人非常貼心 他就幫我準備這個盒子 然後劇本就是 他都會隔天要拍拿幾集 他都會幫我把劇本放在裡面這樣 對 所以非常謝謝他 是一個回憶之盒 為什麼你隔天拍的劇本 不是你自己拿出來 沒有 因為我在準備 就是你知道表演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 對 好啦 沒事啦沒事 好 回過頭來就是最後就是 香蕉呢 對 女神請問請說明一下 香蕉跟你的關聯性 香蕉不知道為什麼 它在台南開始就變成大家生活中 一個感覺好像是一個象徵 或是跟這部戲的一個聯繫 就是因為我的那個同事 婉容姊姊 他很貼心的就是在香蕉上面寫字 有一天就是給我 就是當作是打氣 然後每天寫的話都不一樣喔 鼓勵打氣的話 或是有時候是跟劇情 角色有關係的一句話 像我們拍求婚戲的時候 我收到的香蕉就是嫁給他 嫁給他 好入戲的一個人 對 然後在 就後來就慢慢的 他跟大家變熟之後 也會幫其他人準備